喇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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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 歡迎大家來到惠兒老師的當規廚房第3集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邀請我的兩位可愛的嘉賓 在第2集他們已經出現過 Aaron 還有妍姨格 菠兒姐好 嗨 好 希望今天我們的當規廚房可以再次的成功 那你們平常是喜歡吃藥膳之類的嗎 比較少吃 而且你們都在國外長大 應該國外很少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來做一點西式的改變 好啦 不錯 那我們就來開始 今天的材料需要的有 好 我們先來準備一鍋水 那這個水要幹嘛呢 就是要把我們這個 如果你有買到幾粒梯你就用幾粒梯 那我們因為沒有買到幾粒梯 你們可愛的小助理 買了什麼呢 洋菜 洋菜也很好用 那我們先把它泡水把它化開 其他的東西我們也要再來燒一鍋水 這邊我們準備的是1800星星左右的薯 And then 就要開始加其他的食材一起下去煮 其實這個煮的時間大概熬煮了30分鐘 那重點是為了把木耳的膠質煮出來 你不用黑木耳也可以用白木耳 因為對女生來講白木耳就是一個 平民界的燕窩來的 通常惠兒姐每天都會吃白木耳 所以膠原蛋白很多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加了新鮮的黑木耳切絲 然後龍眼乾 紅棗 黃旗 當歸 枸杞 所以我們就等它水滾了之後呢 再熬煮個30分鐘 好 那我們就來等它囉 還看得到一些顆粒的感覺 所以等一下它做出來的果凍就會有一些顆粒感在裡面 然後我們再回到鍋上去煮一下 煮的同時呢就是我們要把這個 羊菜取出來 煮到羊菜全部融化 然後放到冰箱裡面去讓它成形 OK 我們這個羊菜煮到五間用了 然後把它咬進來這邊 放涼之後呢 我們再放進冰箱裡頭 大概等個兩三個小時 它就應該會結成果凍的樣子 我們就可以享用囉 好 我們剛剛有講說要做醬汁 然後因為這是一個創意料理 那個人不喜歡吃苦苦的東西 所以一定要來點糖 調味 好 那就把這個很簡單的工作 交給我們的小助手 我們要準備一些什麼呢 糖 沒錯 有什麼糖 看不像 沒有看不像 就是糖 黑糖 因為有分不同種的糖 對 OK 讓姊姊來考慮 我們準備一百公克的黑糖 那我怕黑糖就是 它不太會收成那種像焦糖的感覺 所以我又選了二三 我們大概會取個五十公克下去一起來 然後用兩百到兩百五十四C的水 去煮一個糖漿 煮糖的時候呢 切記 它就乾爛 它就乾爛 然後會 會燒到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 一直去攪拌它 嗯 那我們現在就等糖 收的稍微濃稠狀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做下一道點心 就是 當歸夜餅乾 好我們要來進行今天的第二道料理 是一個 當歸夜餅乾 我自己講自己覺得好笑 因為其實放眼望去好像沒有任何拿鋼龜來做冰糖 對 所以這真的是我們的創意料理 好 那我們就先來把這個奶油 先把它化開 大概是這種狀態 好 再來加蛋 你是個很會打蛋的人嗎 我就交給你 還是你打完蛋它會有很多蛋殼在裡面 不會 我們先把它打到就是 兩個看起來已經融為一體的狀態之後 我們就來加鬆皮了 那一般如果做蛋糕的話 這個時候就得要過篩 但是做餅乾還好 先拌在一起 你已經看到它的粉慢慢在被剛剛的奶油在吸收了 所以等一下它會更乾 然後等一下就會變整坨 那其實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在桌面上鋪個保鮮膜 然後直接包 這樣你等一下要取它的時候比較方便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要直接連同保鮮膜整個把它包起來 就是要把它揉成一團 所以我們先用這樣子 先把它送進冷凍庫 30分鐘 好 好我們的那個麵團冰了30分鐘 現在還有一點過厚 所以要再稍微把它擀開 來壓模 做個四片起來 試試看喔 好喔 耶 我們就進烤箱 OK我們的餅乾差不多了 剛剛我們需要的設定的溫度是150度烤半個小時 那現在我們的餅乾已經有一種雕魚燒的感覺 出爐 好 我忙了一個下午 終於做好了 這個創意料理 一個是當歸黑木耳果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當歸葉餅乾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囉 好 我們先從我們的這個果凍開始 來吧 來吧 好吃喔 嗯 就嘴巴裡面其實有蔓延開來當歸的味道 但是沒有當歸的苦味 嗯哼 就是嘴巴裡面你會覺得 哇 好苦喔 哈哈哈哈 有鎮鎮的香氣 對不對 有當歸的味道 好 非常好 謝謝 這還是我們的餅乾 哇 你知道我們對於這個餅乾呢 有充滿了好奇 欸不錯耶 有 有聽得到 啪啪啪的聲音嗎 應該是酥脆的 欸你吃了覺得 他就過默的吃起來 有成功嗎 成功 成功 還是有那個當歸的味道 我愛 我個人 真的嗎 我也愛 什麼樣可是 欸 好好吃喔 鏡頭後面的人 你們可以來吃一下 雖然我們只有這幾杯 我把我的掰掉好了 我覺得值得分享 真的 有成功 有成功 蠻好吃的 你們一定要試試看喔 這一道 當然這個也很棒 這一道可以孝敬爸媽 對啊 這一道自己留著吃 ok 今天的冬菜料理 成功 耶 啦啦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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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啦啦... 啦啦... 啦啦啦... 啦啦...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